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都知道中國從去年開始 迎來房市暴跌 爛尾四起 向心通縮消費降級 沒有品質的特種兵旅遊盛行 那中國很多基礎消費 十一柱形通通降級消費 連愛國都消費降級了 對吧 以前從這個砸日本車 到砸蘋果手機 現在變成道礦泉水 尤其是吃的方面 不少外賣員從去年年底就表示 大部分的外賣金額 明顯比去年少了10-20%不等 而我們賺到的錢 更是有八毛一塊兩塊 這種荒唐的數字 自我的底線是八毛錢一大 大個蛋 找了五個小子丟正五十塊錢 還啥幹呀 而中國各地也出現了很多 一元兩元三元的麵包店四起 對吧 那窮鬼套餐這個詞 也成為今年的熱門話題 從小紅書抖音等平台 我們可以發現 各種的窮鬼套餐推薦 最熱門的前三名是什麼 麥當勞 肯德基 紅豆 只需要四塊錢的窮鬼拌飯 哪裡還有羊毛可以薅啊 快告訴我吧 呃窮鬼出動 挑戰一百元吃海底撈 分享一些在上海的窮鬼快樂生活 以前吃麥當勞是非常奢侈的事嗎? 我們還可以發現窮鬼套餐的TOP前史啊 多數是歐美集團的 什麼星巴克啊 對吧 必勝客啊 漢堡王啊 肯德基啊 麥當勞 呃美國都急不到咱們身邊了是吧 大家還都在吃 看看 都在給美國人燒炮蛋 那下面還有一個中國網友他就分享 他花了三塊錢人民幣 也就是13塊台幣啊 到了一家店 點了一個可以免費蓄的白飯 而且啊這個店內的海帶湯是免費的 那附上這個小泡菜啊 就這樣吃飽了一頓 而且說實在話的 長期這樣吃身體會壞掉 沒有任何的蛋白質 這個泡菜也是用醃的 有大量的亞硝酸之類的 而且你的這個白飯又是這個澱粉 精緻澱粉 那你也缺乏了維生素 身體真的會壞掉 那例如我們看到像麥當勞 那當初啊 他們也推出了一個叫做一加一套餐的 只需要13塊.9的人民幣 換算就是62塊台幣的 你就可以買到我們一加一的套餐 那裡面像是這個漢堡 雞塊等主餐搭配一個飲料 那講到這裡 我們台灣人應該心有七七煙對吧 因為這個所謂的一加一那個愛心卡 在我國中高中那個年代 就已經流行 十幾年了吧 那個時候就推出啊 一加一只要50元 到現在其實也是50元嘛 那有些比較更高等的 要69塊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的連鎖店物價相比台灣 是多麼的貴啦 他們的一加一 價格還比我們一加一高那麼多呢 而相比台灣的平價購買力 跟人均還有中位數薪資 我們都遠遠高於中國 尤其是平價購買力 但他們的一加一 麥當勞套餐 比起他們麥當勞的平均薪水 卻遠遠不如我們的麥當勞 還有啊 像是這個中國網友他就分享 欸 他買了一加一套餐 62塊錢台幣 一個漢堡跟一個可樂 但這個漢堡沒有生菜 那長期這樣吃他覺得不太健康 因為沒有一些纖維吧 所以他就跟店員要了免費的生菜 並且把這個攻略分享給其他 實踐窮鬼生活的人們 那我們還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也分享了 山姆超市的窮鬼攻略 而麥當勞跟肯德基啊 在中國的市場 也是持續的在內捲 推出了各種不同的優惠價格 今年一月初啊 中國推出了麥當勞十塊錢人民幣的漢堡 瞬間癱瘓了所有的訂購系統 只要你晚去一點點 即便在現場 你也是買不到的 中國的網路上就流傳了一句話 週一麥當勞趁免費賣樂機 週二去打斯丁享受買一送一 週三在打美樂體驗七折優惠 週四感受肯德基的瘋狂星期四 週五啊 漢堡王有半價工作餐 週末再去來華市 下週咱們再從頭來過 那比起台灣的狀況 我目前沒有明顯感受到 包含我身邊的朋友啊 那些吃喝玩樂是降級消費的 包含我弟周邊的朋友 我弟比我年輕五歲嘛 那變成年輕呢 我也沒有感覺到他們的消費降級 而更多的大型海外餐飲集團 也擴大在台灣投資 各種高級餐廳訂不到位置 我相信這個從疫情開放之後 就是這樣的狀況 連去機場都是大排長龍 那這個相比在中國的北京跟上海的機場 跟他們以前那種十幾年五年前的盛況 真的是差距非常的大 那當然物價漲 電價漲 油價漲 誰都會抱怨 歐美國家只要有漲 全部都會抱怨 這是人性 但是一個社會啊 他有經濟的活動 本來就會通膨 那台灣有台灣的問題 抱怨最高電價從7.6塊漲到8.46塊 最低電價1.63塊漲到1.68塊 當然一些新聞媒體 瘋狂的誤導全部的電價就是漲到8.16塊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表 如果從這張圖表看來 我認為漲價是非常的合理 如果出來工作十幾二十年了 你的薪水跟你的能力 還沒有辦法負擔這樣的漲價的電費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要深刻檢討一下你自己 而當然有一些台灣人會羨慕 你看中國好多這個基礎 生活名聲的都降級了 那就代表我的錢變大了對吧 不好意思 你的錢沒有變大 因為你的薪水也減少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的物價跟薪水 又回到過去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那這樣相比物價是非常的低 但大家願意去享受 六七十年前的生活品質嗎 我相信大部分人應該會說不 但是台灣的通膨 看起來比歐美英低很多對吧 但是歐美英的最低薪水 也是漲幅非常的多 幅度大於台灣 不過我去年到了 美國跟歐洲各國觀察的時候 發現歐美街頭的流浪漢數量 是遠遠高於台灣街頭的 但我覺得這個跟中國小粉紅洗地的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中國的流浪漢你也知道是有黨刻意安排 不讓你在一些觀光大城市出現的 但是在歐美在台灣 我們警察並不會惡意去驅趕你 比如說你為什麼要在101附近啊 要讓咱們台灣丟人現眼啊 或是你為什麼要在洛杉磯 Downtown那邊啊 讓我丟人現眼 不會 而在美國啊 我從拉斯維加斯 開了快1000公里 應該是1000多啦 到舊金山的路程中啊 看到非常多的帳篷 或是租露營車全家睡在上面 睡在這個小街上 或者是這個社區街道爬 一堆露營車排排站非常的多 像我在美國走高速公路的時候啊 高速公路上面會有一些橋 那些橋可能是其他人的一些社區啊 什麼的啊 那些區域 那那個橋上面就有很多的露營車跟帳篷 那這些人啊 就是連房租都負擔不起 更不用說買房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從不吃不喝買房的數據看起來啊 明顯美國比台灣低非常的多 但為什麼美國住在市區在橋上的人數呢 租露營車的人數是越來越多 而在台灣你還看不到這種狀況 原因是什麼呢 我現在說的不是住在猶他州 或是亞利桑那州那種租露營車 然後有那塊滾草在動那種很可怕的大荒野 我不是說那種 我就在跟你說 加州洛杉磯舊金山 之間的那個距離 好多人都是住在什麼露營車帳篷啊 因為我是自駕遊啊 所以我看到非常多這樣的景色 而且啊 一天內要開一千多公里啊 都會下高速公路 去找加油站 去找地方吃吃喝喝 去休息 去小睡一下 那就會開到社區 開到社區 就會看到非常多這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國家的問題所在 而台灣的狀況是許多投資進來 股市大漲 那基礎行業缺工 而中國則是股市一蹶不齊 外資部分撤離 減少規模 那基礎行業內卷 爭取工作機會 而沒有任何基礎門檻的外送員 那也成為了中國近幾年的熱門職業 我們可以看到 送外賣的人數啊 似乎已經比點外賣的人多了很多 對吧 不是在搶單就是在休息 那這就是當一個市場的行業飽和了之後 大家又在搶著做 那自然賺到的錢就會越來越少 而中國的M2貨幣 已經高達了1327兆 超過了10年來G7國家跟美國的總和 3月底的M2也突破了300兆人民幣 超過了美國跟歐元區1月底的M2總和 那中國不斷的在增加貨幣工業 始終刺激不了民生經濟 這是什麼原因呢 而不斷的增加貨幣 按理來說應該會通膨 但是為什麼往通縮走呢 而這些印出來的錢 跑去哪裡了呢 跑去中共企業了對吧 跑去金儲建設了對吧 跑去爛尾樓勝上的對吧 跑去中國官員在海外銀行 或是洗錢的地方對吧 所以我不知道貴國這到底在衝... 而有一個中國網友他爆料啊 我們這三年來啊 咱們的縣長一直被人打 那被人打就要賠錢 他這三年來啊光賠了錢 已經超過一千多萬了 這是否是最新的洗錢手法呢 我只要安排一些人啊 假裝打我 齁 輕傷就好了 然後你就賠我一堆錢 那那些賠我的錢就合理 變成這個正當實用的錢了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中共是越來越會玩了 欸你只要打官啦 你不緊啊 你可以把這個貪污來的錢啊 合理化 變成正當的賠償金 另外一方面你會讓民眾覺得 哦我們人民是有對付官的權利囉 比歐美國家進步囉 一舉兩得 那還有啊 回到我們台灣內政的問題 有國民黨的立委 盧獻一跑去中國廣西參加三月三的活動 廣西三月三是每年的廣西自治區的民族活動 農曆的三月三號跟三月四號會放假 而昨天台灣立法院舉辦了年金改革法案覆議對吧 而這位盧獻一啊身為台灣的原住民啊 我上面看是盧凱族跟排灣族的混血啊 他卻跑去了中共國的廣西參加了當地的民族活動 大喊兩岸一家親等等中華一家親中華民族 你卻在昨天台灣立法院的第一輪投票時出席了 你有任意們還是你盧獻一是三體人啊 那這個都可以被允許的 親自示範了什麼叫做不在籍投票 你盧獻一一個排灣族盧凱族的 你跑去參加中共廣西舉辦的那個什麼 中華民族一家親的節日 你排灣族是中華民族啊 你們祭拜的祖先那些祖靈啊 都是炎黃子孫是吧 都是炎黃啊皇帝啊那些諸如此類的對吧 我昨天在新聞上看到盧獻一回覆記者的電話是說什麼 他人目前不在國內 所以你明顯知道盧獻一這個人啊 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是不同的國家 你只是過去謀取一些利益的對吧 所以你在那邊大喊兩岸一家親認同他們的價值觀 兩岸同屬一中 但是你卻跟台灣的記者說你人不在國內 所以你認為廣西不是國內囉 那就是牆頭草兩邊倒嘛 那建議小粉紅趕快去舉報他 拿著你們小粉紅的納稅錢 結果呢在你們那邊喊你們愛聽的話對吧 但是實際上呢他又心裡認為我們是不同的國家 舉報他抓走間諜法判刑 歡迎大家去舉報他人現在應該還在中國國內啦 這跟馬英九一樣嘛在習志平面前口誤說什麼啊 中華民國結果馬上改口又變成中華民族 回到台灣在桃園機場又不小心口誤了一樣的句子耶 還有人喜說什麼 馬英九是故意試探中共的你在笑死人了 那我問如果他是故意試探中共的 為什麼回桃園機場的時候他還要再試探台灣人呢 昨天啊年金改革表決啦 我懶得說民眾黨了 畢竟我本來也不支持他 對於他們我也沒任何的期望 國民黨爛在哪 我剛剛前面也講民進黨我也要噴啦 民進黨昨天啊他們說自己也是假期動員 除非這個新聞報導有誤 但有四名立委昨天缺席 兩個是陪這個行政院長跑地方行程 一個住院一個陪商 我能理解住院跟陪商的 但我不能理解陪行政院長跑地方行程的 其他的議員啊其他民進黨的黨團的人是不能陪著跑嗎 一定要有讓投票權的人陪著你去跑嗎 而這幾個人的加入 昨天是可以擋下或是逆轉國民黨的那個投票 你們也口口聲聲說國民黨跟小草黨 要恢復過去那樣的軍公教改革啊之類的 會拖垮年輕人的負擔跟國家的支出 而民進黨也非常重視這一塊 那請問這一塊國家級的層面跟地方行程 哪一個比較重要咧 所以在你心中你已經擺出那個 誰比較重要誰比較次要了對吧 如果你們全員到齊了 這個時候你們票數是高過國民黨 這個時候民眾黨如果下去投票支持國民黨 這樣做起碼你不會讓人家留下你有口實 你有一些瑕疵對吧 你今天都到齊了沒有什麼好讓人家噴的 那我們這些支持者部分的支持者也不會感到 好像有點可惜耶 OK啦如果我現在講出這樣批判民進黨的話 昨天那個行為 如果也會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那我也是祝福你們把台派越推越遠 當然我不排除是有小粉那些人啊 或是反對我的人啊 反串台派支持者罵我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留言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爸的下集團拜